近日深圳一名日本男童在前往日本人学校途中遭人刺杀身亡 9月22日洛杉矶部分华人在中领馆前为遇害男童献花悼念 我自己有两个孩子 我觉得看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难过 我觉得中国几十年的仇恨教育 把那一部分中国人变得像魔鬼一样 他们没有记住那些共产党做过的任何坏事情 因为共产党从来不说 但是他们去记住了那些日本人曾经对我们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靠暴力谎言和邪恶装置 多年的对民众的教育 让民主激起对日本的仇恨越来越高 从而导致发生杀人事件 罪魁祸首是中共 网络防火墙 人们无法接受来自民主自由世界的信息跟这个价值观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 生活在中共编制的谎言世界里面 中共通过其意识形态 来摧毁中国普通民众的道德体现 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全感 制造的更多悲剧 集会人士持有一百多位正义民众的联署信 准备递交给日本领事馆 表达对遇害儿童的哀悼 我想告诉日本的领事馆 还有一些日本国民们 中共不代表中国 中国是雷鸣的中国 不是这个共北马列恶魔的中国 那么共产党它不代表中国雷鸣 我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 中国人能知道真相 能了解真正的历史 能拥有真正的自由 他们统批 中共就是一个邪教恶魔组织 压迫我们的不是日本人 剥削我们的也不是美国人 真正骑在我们头上 压迫和剥削我们的是这些共匪 在就是三十年代 在长征的时期都杀害了一个 两个美国的传教士 就是它不是偶然的 它是必然的 它就是最开始就是一个魔鬼组织 中国独裁至今最大的罪魁祸首 就是中共 所以现在耽误至极 就是破解的需要 中共从中国历史上消失 当你无法走出中国的时候 你要默默的发声 一旦中国有很大的声音出现的时候 希望你能支持 而不是默默无闻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阳 林永峰 洛杉矶采访报道